这辆谢尔曼你一定没见过 首先它是轮式的 其次它的底盘奇高无比 最后它还是遥控操作的 这就是谢尔曼的奇葩扫雷版本M4A2T10了 相比起正常的谢尔曼它拆掉了履带 先是在坦克前部装上两幅直径达2.43米的铁轮子 每个轮子宽0.93米 由7个这样的圆环组合而成 可以直接像齿轮一样 咬和在谢尔曼原本的主动轮上进行驱动 唯一需要调整的地方 就是把前方两侧的装甲切去一点 为大轮子留出空间 这张照片展示了运输途中 履带还没有被换掉式的谢尔曼 你看这空出来的大前脸 后面的轮子直径就要小点了 唯1.83米 但是更宽 因为它正好要将两个前轮留下来的 夹在中间的空气部分给覆盖掉 整体夹起来就能够清出一条宽3.81米的通道了 通过这样的大轮子 谢尔曼的底盘被抬高到了1.41米的高度 因此可以远离它自己所引爆的地雷 从而保证了车身内部的相对安全 再加上它的底盘也是特别加厚了的 好像还不错 但问题来了 改装之后的谢尔曼全高达到了3.6米 这无疑让它成为了一个更加高大的目标 显然也就更容易被击中了 而且还跑都跑不掉 这几个大铁轮子相当重 即使在不少雷的平路上 最高也只能开到11公里的时速 要是遇上点 小坡就整个废掉了 测试过后 军械部认为它不具备实战价值 算了 还不如疯狂的甩链条呢 最后我要看看你了 看到这些卡在轮子的缝里面的小星星了吗 他们是干什么的 留言来告诉我